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荣耀担任巴黎奥运火炬手,7月14日法国国庆日传递圣火。 王一博被选为巴黎奥运会火炬手,将于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在巴黎传递奥运圣火,展现中国年轻一代活力与才华,为奥运增色,期待他传递和平与梦想的火焰。 在全球体育迷的热烈期待中,巴黎奥运会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,而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。 于7月9日由巴黎奥运会合作品牌方正式对外宣布,多才多艺的中国明星王一博,以其卓越的街舞技艺和对赛车的无限热爱,被选定为奥运火炬手。 将于7月14日,法国国庆日这一天,在巴黎这座浪漫之都,作为奥运圣火传递的最后一战火炬手,亲手传递这份承载着和平与梦想的火焰。 王一博,这个名字如今已不仅仅是一个艺人的代名词,更是中国年轻一代活力与才华的象征。 他在街舞领域的精湛技艺,每一次表演都如同点燃舞台的火花,令人目不暇接,而他对赛车的执着与热爱,更是在另一个赛道上展现了他的勇气与速度。 此次能够代表中国,在如此重要的国际盛会上担任火炬手,无疑是对他个人成就的高度认可,也是中国体育与文化影响力的一次重要展示。 7月14日,作为法国的国庆日,这一天本身就充满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和庆祝活动。 而巴黎作为奥运圣火传递的最后一战,更是将这份庆典推向了高潮。 奥运圣火,作为和平与友谊的象征,将在王一博的手中继续传递,他不仅跨越了千山万水,更连接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心。 对于王一博而言,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到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中,无疑是一次难得的精力和荣誉。 他将以自己的方式,将这份来自东方的热情与活力传递给全世界的观众,同时也将中国年轻一代的自信与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日益临近,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这座充满历史与现代气息的城市上。 而王一博作为奥运火炬手的身份,更是为这场体育盛宴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 让我们共同期待7月14日的到来,见证王一博在巴黎传递奥运圣火的那一刻,感受那份来自体育的激情与梦想的力量。 王一博东京之旅,从京城到东营,时尚博主在线教学机场走秀。 王一博亮相首都机场,时尚装扮引关注。 粉丝街机热情高涨,网友猜测东京行程。 东京之旅引发热议,探讨明星隐私与公众知情权。 当日,京城氛围独特,微风轻浮,阳光明媚。 空气中似乎弥漫着神秘的预告气息。 没错,璀璨明星王一博如约现身首都机场, 他的装扮独树一致,一博范而十足,即刻点亮了所有目光的焦点。 机场华丽转身,化身为引领时尚的潮流秀场。 王一博,他的形象独树一致,一顶低调又展现个性的棒球帽, 轻轻滑落,遮住那双足以令人心动的魅力眼眸, 但无法掩盖他散发的别样风采。 他的白色T恤看似简洁,实则藏着不为人知的细节, 这种不经意的精致,更显他随性而不失吸引力。 紧身牛仔裤勾勒出他引以为傲的大长腿, 行走间自带替台风采,步履间流露出的自信, 仿佛每个步伐都在演绎一场时尚秀, 而非匆匆赶路。 粉丝接机,欢乐海洋。 早有消息达人粉丝如约而至, 清晨的机场已化身为粉丝的舞台, 灯牌闪烁,口号激昂, 氛围热烈的媲美小型粉丝狂欢。 王一博的身影浮现, 机场瞬间被尖叫声和相机快门声淹没, 热情犹如燎原之火, 势不可挡。 网友们纷纷在微博直播中互动, 博哥的装扮, 简直潮爆。 帽子迷球够链接在哪里? 王一博, 看这边。 我在你的视线边缘哦。 更有粉丝俏皮打趣, 博哥, 是故意放慢步伐, 好让我们多捕捉他的风采吗? 行李中的秘密, 引发网友猜测。 王一博轻盈地推送着他的行李箱, 步履间透着活力, 然而细心的网友目光如炬, 发现了行李箱上隐藏的秘密符号。 他们瞬间变身网络推理大师, 开始了一场关于他东京之旅的创意解读, 这会不会是他独特的生活清单, 预备在东京逐一实现? 难道是带着他对东京街头文化的热爱, 滑板将是他新的挑战象征。 又或是那份满载着爱与期待, 为粉丝准备的神秘礼物。 无数奇思妙想在网络上迅速发酵, 为王一博的东京探险增添了无尽的遐想和惊喜。 飞行中的王一博在做什么? 随着机翼轻震, 王一博的东京探索之旅拉开了序幕。 网友们纷纷猜测, 在这次跨越的航程中, 他会如何度过? 他会选择闭目养神, 让眼罩下的时光静谧而深沉? 或是沉浸在个人的音乐海洋, 用耳机隔绝世界的喧嚣。 又或者, 他会利用这个时间, 翻开笔记本, 精心布局未来的活动计划。 更有创意的网友设想, 也许他正借此高空独处, 默默修炼日语, 为东京的粉丝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 东京, 我们来了。 随着飞机稳健的触地东京的土壤, 王一博的日本之旅正式启航。 社交媒体上瞬间沸腾, 粉丝们热切期盼, 全东京, 你们准备好用热烈的欢迎迎接王一博的魅力吗? 博哥, 别忘了把东京的独特馈赠带一些回来哦。 我们满怀期待你的东京闪耀时刻, 一博, 加油! 争议性结尾, 王一博的影响力与隐私边界。 随着王一博的东京之旅引发热议, 一个问题开始引人深思, 我们是否应过度关注明星的私生活? 粉丝们渴望通过各种途径追踪偶像的脚步, 这份热爱与支持显而易见, 然而, 无尽的聚焦和揭秘也可能触碰他们的私人领域, 带来困扰。 对于这一现象, 网友们观点各异, 有人认为, 作为公众人物, 适度分享生活是合理的展现, 另一派则坚持, 维护他们的隐私, 给予空间, 才是真爱偶像的明智选择。 王一博的东京之旅引发热议, 他既是粉丝热情如火的体现, 也促使我们深入探讨明星隐私与公众知情权的微妙关系。 在当今信息泛滥的时代, 如何在挖掘娱乐价值与尊重个人空间之间寻求和谐, 实乃我们共同面临的智慧课题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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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